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新的一年又過了 其實在新年裏面 其實我根本沒有休息過 都有幫你看風水 下一站我就要和大家講一講 在哪裡我們看風水 就是在謝比 還有一個地方叫甚麼名字 很遠的 我不懂叫 在謝比邊界那裏 在北邊那邊 所以說今天我們來到這把生這裏 這樣這裏的朋友 很多家裏有養貓 因為這裏有很多人養貓 有些人不喜歡那些貓 走過旁邊的家 走過自己的家 走到自己的家 很多人都想盡路執 想盡辦法 而不是要旁邊的貓走過來生小孩 第二來說 貓如果去你的家裏生小孩 你運輸是很壞的 第一個問題 如果生小孩生了之後 沒有去照顧 貓死了 如果要射在你的家裏 一樣是壞的 所以很多人家裏 都是面對這個問題 而搞到家裏 很多人都說 有些先家 不要罵我 有些先家說甚麼 你放些紅水 放些紅水下去 這間屋 貓就不會來 其實有些人放了紅色的水 貓都會依然來 你們先看看 這間屋 這家人 就是人放了兩支這樣的水 紅色的水 很明顯的 很型的 你看看兩支水 其實你再看看上面 你看看上面 有貓 有貓剪 有貓剪刺 有貓剪刺 因為它就是不讓貓 即是說 爬上牆 因為這些貓 刺到他的腳 刺到他的身體 他會害怕 他又不會放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樣放 但你要記得 你這樣放 是有刺 好像有釘刺 就會影響到你們的脾氣 很猛疹 這件事很多人都不明白 第二 這個貓刺 你們可以放在地上 就好像一個陷阱 看到嗎 千萬不要這樣 這個刺釘 就向你家裏面 又向你家裏面 這樣就沒有影響到任何風水的東西 所以你放了這樣的東西 多不時你們經常都不舒服 而且人感覺到很猛疹 一兩句你們就吵架 好像這些貓洪水 我就不鼓勵你 還有它這邊也有放 你看看 好型 看不看 你看看 就是因為隔壁鱗石 他們的貓 就是走來這裡 整天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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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他們做甚麼都很猛疹 所以你們最好 就不會放這些 紅水來講 放下去 第一 人們會想到不好的東西 例如 這些屬於一種術素 因為很多人都不明白 放紅水 貓看到紅色的水 就會走 其實印尼有一種術素 是用這個洪水來驅趕的貓 不會到你家裏 第二 貓毛一跌到你家裏 印尼人就會用貓毛 做鋼頭 做給小朋友 大人 鼻哥敏感 鼻哥幼蟲 所以 很多人在鼻哥捉蟲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很多老一倍都知道這件事 但新的一倍 很多都不明白 所以說 如果你放進去 經常都會影響到你家裏 家裏 但有些人放了 不會影響到家裏 家裏 也不會說經常頂頸 吵架 之類的東西 但有些人 周不時都會影響到 如果有這樣的事 就要小心 加上 你看看 地下 全部都有 這裡有一枝紅水 你看到嗎 這裡有一枝紅水 你看看這裡 圈圈圈 在車邊皮 你看看 厲害 誇張 因為當初這部機是運動機 這個運動機來說,我們先走出來 這個運動機是因為它經常用膠袋蓋緊 它蓋緊這個,之後貓就不進來 但貓依然來 但它會閃閃剪刺 那些我們叫做黎巴網刺 所以你們要記得,令這家人經常有胃不舒服 腰骨痛,甚至乎經常有喉嚎 勇拱拱 這個小問題還會令人無端端發火發怒 生氣、笑氣、計較 所以大家,蒙明火三象標 所以大家要記住 這些洪水千萬千萬 你們最好的,有些家人放了 影響到以上我所說的問題 這是純了一個巧合 你們可以不去放 但有些人放了之後 依然是沒事 沒有影響到任何的東西 所以大家自己要衡量 如果有以上的食人想頂頸、吵架、勞氣來講 你就知道這個洪水不好 甚至乎都會影響到你和旁邊的關題 和對面的關題都不好 大家要注意一下 OK,拜拜